从纳布勒斯组组的卡纳瓦罗 秉承了意大利优秀中国位的优良传统 他的防守面积大 无论区域防守还是丁人 都像铜墙铁兵一般 胳膊有如千百斤力气 眼睛射出几万道寒光 凶狠的颤球和准确的卡位 让对手与其目光相遇 便些输了三分 作为意大利球员 卡纳瓦罗没有前辈巴雷系的老练 不如马尔蒂尼那般高贵 也学不会内斯塔的优雅 和马特拉奇的张扬 但他却总是露出天使般的微笑 能在对手前锋思考如何庆祝进球时 给对方致命一击 这个身高只有一米七五的男人 在近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 将外界对中位的认识和定义 不断地刷新 卡纳瓦罗的防守 是艺术和实用性的完美结合 他将灵感和创造力 融入到每次抢断和铲球中 2006年的盛夏 卡纳瓦罗以队长的身份 率领意大利队彭德世界杯 并成为第一个获得世界足球先生的后卫球员 他的传奇经历将再入十次 很难说 是意大利成就了卡纳瓦罗 还是卡纳瓦罗成就了意大利在2006年的辉煌 无论如何 他的弹跳 预判 侵略性和速度 使他在防守中游刃勇 加防守足球演绎到了精彩的程度 这不是每一个后卫都能做到的 1973年的9月13号 法比奥·卡纳瓦罗在纳布勒斯出身 10岁就进入了纳布勒斯 16岁的时候 他代表青年队已于线队惹身 当时的马拉多纳 是纳布勒斯人捧在手心里的宝贝 谁知道卡纳瓦罗在一次防守中 直接飞铲 将球王撂倒 场边的教练和俱乐部官员迅速冲入场内 训斥着卡纳瓦罗 并想将他驱逐出场 这时 马拉多纳为他截了围 他说 小伙子 你干得很棒 继续下去 你的防守非常的出色 接下来 卡纳瓦罗的表现没有让任何人失望 92到93赛季 年仅19岁的法比奥卡纳瓦被主帅李皮看重 在3比4不敌尤文托斯的比赛中 迎来了他的个人首秀 之后的两个赛季 他成为了纳布勒斯的绝对主力 尽管身高只有一米轻 但当一甲的实际级前锋 面对这位难缠的中文时 无不感到头痛 在纳布勒斯一线队的三个赛季 卡纳瓦罗 从一名年轻的球员 成为了绝对的主力 卡纳瓦罗 用出色的表现吸引了一甲强队的关注 1995年他告别了纳布勒斯 鼓倒了圣保罗球场 从此成为卡纳瓦罗职业生涯中 一段永远珍藏的回忆 而正处在强劲上升使徒中的 精灵帕尔玛队 成为了他的下一个驿站 帕尔玛 承载着很多中国球迷关于青春的回忆 那里也有卡纳瓦罗的青春季 当时的帕尔玛 刚刚夺得联盟杯的冠军 后防线上云集的贝纳里沃 阿波洛尼和米洛第三大国角 但卡纳瓦罗很快就成为了绝对的主 图拉姆的到来 少年不逢的登场 让帕尔玛的后防线 得到了又一次质的飞跃 他们和卡纳瓦罗一起 成为了球队的防守核心 1999年 帕尔玛相继夺得了意大利杯 欧洲联盟杯 和意大利超级杯 那也是卡纳瓦罗的职业生涯中 第一次得到正式比赛的冠军奖杯 卡纳瓦罗24岁那一年 蓝衣军团的大门也终于向他敞开 1997年 法国四国赛 他和马尔定尼两人合力封堵罗纳尔多 给世界祖坛留下了经典的一瞬 一年后的法国世界悲伤 卡纳瓦罗一举奠定了之后十余年 国家队主力中卫的位置 当时的他被称为地中海的阳光 但球场上的他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拼命三郎 四分之一决赛 对阵法国队 卡纳瓦罗被对方的前锋吉尔瓦时 击中了面部 血染针泡 但他经过简单的治疗后 戴着面具再次登场 而且在珍场投球时 从不退缩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是这种刚毅的精神 吸力着意大利人 但最后的点球大战 年轻的卡纳瓦罗 第一次感受到了足球 带来的切符之痛 2000年的欧洲杯 意大利队用卡纳瓦罗和内斯塔 成功的开创了一个混凝土式 防守的新时代 很多人会不由自主的想起 1982年的那支冠军球队 事实上 18年后的这支意大利队 更静意将防守足球 深化到了一个艺术的高度 半决赛 他们惊险地淘汰 东倒住荷兰之后 意大利在决赛中 又一次面对法国 0比1落后的法国队 输死一波 疯狂地进攻卡纳瓦罗 镇守的右路 维尔托德压哨 颁平比分 特雷则盖金球绝杀 法国队两次强攻的方向 都是意大利的右路 卡纳瓦罗 距离自己的第一个大赛冠军 仅有几分钟的距离 但他却只能咬着手指 强忍着内心的痛苦 落寞地看着法国人 欢清的背影 2002年的夏天 韩国的世界被囚长 意大利就又在一次 失衡的比赛中 悲愤地离开 不过 对卡纳瓦罗个人来说 他在那一年 真正开启了豪门的生涯 穿上了国际米兰的蓝黑战袍 在国际米兰的两个赛季 卡纳瓦罗饱受伤病困扰 并没有展现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 不是他的防守 反倒是在03-04赛季 对着雷吉娜时 他在40米开外打击的 一记惊天远时 2004年 在夏季转会窗口关闭的 最后一刻 卡佩罗将卡纳瓦罗 带到了油温图死 在这里 卡纳瓦罗与曾经的队友 布逢 图拉姆和费拉拉冲逢 在这里 卡纳瓦罗涅槃重生 2005年和2006年 他与球队一起 蝉联了一家冠军 在当时 攻破油温防线 是其他一家球队 最艰难的命题 那个无所不能的小个子中卫 又回来了 带着俱乐部的辉煌 卡纳瓦罗 借过马尔蒂尼留下的队长绣标 出身德国世界杯 那届杯赛 卡纳瓦罗淋漓尽致地演绎了 什么是防守之美 看他的防守 甚至比看前锋的进球还要过瘾 他和布逢一样 就像是威意大利的球门 上了一把保险所 最终的决赛 不是冤家不拘手 对手又是法国队 但于1998年和2000年不同 卡纳瓦罗再也没有给对手一丝一毫的机会 铲球后 倒在地上的他 居然可以像弹簧一样平静于地面弹起 做出第二次铲球的动作 如此的防守 还有谁能从他的身边逾越 当格罗索将知识的点球发进 那个从纳布勒斯小巷子里走出的孩子 终于站在了世界之点 那是卡纳瓦罗效力蓝衣军衡的第一百场比赛 狂杀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 重不还 卡纳瓦罗成为继科姆比 梅阿查和佐夫之后 第四位以队长身份举起世界杯金杯的意大利 从此 他的名字在意大利足球传奇殿堂中 和这些前辈们并列 凭借世界杯上的突出表现 这一年 卡纳瓦罗独揽欧洲金球奖 和世界足球先生两项个人最高殊荣 这一年的卡纳瓦罗 风光无限 辉煌过后 卡纳瓦罗跟随恩什卡佩罗转参伯纳乌 经过了初来扎道的适应期 卡纳瓦罗在皇家马德里 依旧成为了后方领寻 他的精神甚至感召了其他的队友 因为伤病等原因 卡纳瓦罗身边的搭档 频繁更迭 防线上年龄最大的他 成为了出场时间最长的球员 在这里 他帮助皇马两多西架脸赛冠军 虽然已过巅峰 但他依旧赢得了伯纳乌球迷的爱戴 在效力皇马的最后一场比赛里 当卡纳瓦罗被替换下场时 全场球迷起立 为他长时间的鼓掌 从初出茅庐 到功臣身腿 18年的时光里 他品尝过生命中最失忆的鼓子 也聆听过生命中最激昂的乐章 他阳光般的笑容 他犀利的防守 他浴血奋战的反强 他高举大力神杯的豪迈 所有的一切 都在2011年7月画上了句号 三年后 卡纳瓦罗的名字 被写入了意大利足球迷运堂 金球后卫 勇在